Hello 大家好 365 黑超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王志賢 Ben 你可以說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優點和缺點嗎? 專注 專注是一個優點 但是 泰國專注有一個缺點就是 不夠別人那麼靈活 曾經做過最尷尬的事嗎? 沒有拉褲鏈 很多進了女廁 去廁所沒有忘記關門 都是這些 曾經做過最瘋狂的事嗎? 最瘋狂的事離家出走 那時候十幾歲 那時候最反叛的時候 媽媽不讓我回來 我就不回了 我就去了公園睡覺 你覺得窮這一位演員合作會覺得很壓力嗎? 之前拍攝探的時候 和王英龍合作都有點壓力 後來很快就已經 釋除了你的壓力變成動力了 你最喜歡拍什麼類型的戲? 戲劇 留低深刻印象的作品? 辣姜 潛行追擊 他一個逆正逆邪的角色 亦都給我一個很大的轉型 很大的突破 令到公司或者觀眾都會重新再注意 黃志仁的戲原來他演戲OK的 哪一部戲對你影響最大的? 食為爐 食為爐 是將我重新放回主角的位置 你最欣賞哪一位演員? 劉重仁 很敬業 很專業 很肯教身 他亦都很謙卑 亦都很有吉時 看不過眼的他一定會出聲 他有堅持有原則 亦都有善良的心 不同階段的距離 會看到他不同的風采 畫面給你自己的演技評價 有看過 不過不是看很多 讚的當然開心 正面的評價 我會反省一下 究竟他講得正不正 但是久而久之 都是做好自己 馬來西亞的人很熱情 亦都很多好吃的美食 每一次來都是很飽地走的 還有我知道馬來西亞 一直都很支持我們TVB的劇集 所以每一次來都可以帶著愉快感恩的心情 因為畢竟我們來得比較少 自己都拍了不少的劇集 也有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都很支持我 我記得我收第一封的粉絲信 就是馬來西亞人寄給我 成熟了 我想很多觀眾都見證著我的成長 以前的蠢蠢的 變到現在沒有那麼蠢 成熟了 這個是很大的轉變 畢竟這行都這麼久 經驗幾蠢都好 都累積到一點回來 其實我很小時候就已經喜歡看電視 很有一種渴求 很想做演員 很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那時候都是發明星夢 發明星夢都真的自己到入行的時候 原來夢想和現實真的有個距離 我不是那麼懂得表達自己 戲劇或者是做演員就是要去表達自己 那我都要去找位去突破自己這個 一個無形的障礙 很多東西要學的 不單單是說演出上的喜怒哀樂這麼簡單 但是到走出來要去做一個演員的時候 原來認清楚自己有很多的缺乏 不是說單單有個夢想就足夠了 要去很多東西去突破自己 去克服 其實我經常覺得自己不是做了很多角色 譬如政界的人 消防員 我自己很喜歡做警察的角色 我覺得警察的角色是可以很多樣化 人性不同的層面 其實都可以在警察的生涯裏面 的故事裏面可以表達出來 首先其實人不能不承認是人 是人都探靚 無論男女不同的年紀 他都是探靚 尤其是我們藝人 很想在鏡頭面前展現最好的給觀眾見到 一個健康的皮膚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現在高青年代 其實保養好自己 反而我覺得變成了一個演員的責任 大家都想看一些漂亮的東西 是一個天性 還有醫學美容是一個 很多的認證 是可以真的幫到皮膚的方法 所以也是一個機緣 我認識了兩個醫生的拍檔 能夠有專業的醫生去跟你做個療療 我覺得這個行業是可以做到的 也可以幫到身邊的朋友 近來我要準備新戲 我九月會開拍新的戲 都要做一些的功課 其次的就是會有空一些 可以多些陪家人 兼顧自己的生意 享受現在當下 我有空可以開工做不到的東西 我會做多些 下一部戲是劉家豪的新劇 是一個香港的 講警察故事的一個戲 那麼多開心的時候 讓我娶死的時候 唉呦 這個感受太好了吧 好 全…全個大馬 最…最…最多最… 娛樂平台 就是三六五… 我最… 你記得 LIKE 和FOLLOW 死都要 LIKE 和… 和FOLLOW 內енная 伊賀 呃 寶 嘴 問題 是